让出西安以东跟美国打核战争 你有什么资格 讲我们大陆死四亿人要把台湾拿下来 疯了 四亿人什么概念 中国海军的硬实力超越美国海军 你要怎么看呢 不要天天给自己的年轻人打鸡血 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和美国相比 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 武器装备这方面 我们的差距是很大的 总的来讲 我们过去是讲落后20多年 请问徐将军 现在我们距离美军实力有多大差距 那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50年前就有 但现在还没有 那你这个差距就想找到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会给大家看 大概三到四位的中共将领 曾经讲过的话 我估计很多台湾人可能也没看过 甚至连小斐 自己也不敢相信 这些将军竟然讲出这种反华言论 那在带大家看这个之前 先来讨论一下 最近台湾制作了一部叫做 临日攻击的影剧 放出了17分钟的前导片 那这部剧主要在讲 中共借故军机失踪的民意 展开救援 进而封锁台湾海域 那在开战前七天 台湾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共在台湾的协力者 跟舔共人士 还有舔共政党 开始了认知作战 大量的造谣 这个造谣的程度 认知作战的程度 堪比而无战争那个时候一样 金融危机 电子作战 AI作战 国际撤侨 在台的舔共人士开始组团 拿刀拿枪 占领街头 反台独 等到王师归来 当然 里面有一位叫做穷文斌的导演 以前也是我的大学编剧老师 看完这十七分钟的前导片 想分享一下 就这十七分钟啊 我看到的观点是什么 首先这部片啊 我估计是想让台湾人 看到最坏的打算 料敌从严嘛 这种观点 而这部片的焦点 主要是放在台湾的内乱 台湾的内部 国际政策 跟中共内部的斗争 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中共人民之间的矛盾 中共的经济 跟世界对中共的围堵 海外反空人士 对各国的游行 演说完全没有提到 当然啊 可能有拍出来只是十七分钟的前导片 没有放到 大家不要小看海外反共人士 在各国游说的行动啊 去年我在德国 就接触了这样的一个团体 在德国的在野党 或是在德国的执政党 他们都建立也在演说 也到欧洲各地的议会啊 国会啊 然后去找下面的官员 去讲这些事情 而这些人 很多都是中国人 他们对台湾的力挺程度 真的甚至比我们台湾一些人更挺 我看到真的蛮欣慰的 所以林日宫吉啊 廖迪从眼预设了非常多对台湾很差的条件 我觉得有点脱离现实的先决条件啦 毕竟可能这是一两年前拍的 那一两年前没有跟上现在的这个 国际反共的步伐 我觉得也算情有可原啦 但如果我们一直放润 或是衰竞觉得没差 那也有概率会发展从隐居中的那个局势哈 首先我们可以从佩洛西访台 以及五月的中共军演可以发现 台湾有反制中共电子干扰作战的能力 而这17分钟的前导预告啊 做出了我们总统直播演说 直接中途被中共的骇客AI换点 然后变成这些造谣的言论 那我觉得台湾军方或是台湾这种方面 不可能完全没有预警或是反制系统啊 当然拍出这段也是警惕国人啊 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哈 中共军武在巴勒斯坦 以及俄乌战争哈马斯中 我们都可以明显的发现 质量跟精准度远远不如美制武器 而近期的北约欧盟主席 美国参谋首长主席 纷纷喊话要怎么对抗中国 要怎么阻止中国对台湾发动战争 那加拿大的副总理也说了 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非常错误的决定 我们20年前都做错了 现在我们要拿回来 让中国怎么跨台 就是从他的经济开始下手 而我相信中国的经济 也从这个中美贸易战之后 对比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落差 对吧 而这也是在往我们薪资所盼的方向前行 那记者有问到美国参谋首长主席 若不信北京要拿下台湾呢 你们有信心打败中国吗 参谋首长说 退一万步来说啊 就我从这个预告片看到的 台湾真的多数人包含民间 想要投降的人超过70% 甚至80% 不战而降 而现实层面是轮不到台湾人决定 不好意思啊 这是台湾人现在现况的宿命 真的很多时候 不是掌握在我们台湾人自己手中 这是一个大实话 很多时候是配合美国的政策 美国要怎么对国际的方向去走 所以为什么陈水扁时代 还有这个李登辉时代 美国想要跟中共关系这么好 也是配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而做出了这种妥协跟牺牲 而现在的国际局势 并不像以前这样子 那当然台湾就是在中美之间去做 这是不争的事实 大环境下的选择 现在台湾的情况下没有包牌 或许有人会说 阿富汗就被美国放弃了 但我们细细来看 美国政府投入了军备 人员 金钱下去培养阿富汗 希望阿富汗可以成为一个 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但是阿富汗啊 后期连自己本土的政府 都只想贪污 想走回头路 可以发现 当时很多塔利班的叛军 直接拿到美国的武器 怎么来了 阿富汗政府有人贪污 卖给他们的对吧 而美国多次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 果断放生了 反正我每次跟你开会 你都出卖我 那我干嘛救你 但是 台湾若发生阿富汗塔利班 这样的情形 美国政府不会放生台湾的 当然啦 我讲出这个 很多人会觉得是笑话 没有关系 这个我是笑话 还是你是笑话 只能交给时间去证明了 我只能讲出我的观点 台湾攸关 当美日的本土安围 台湾跟阿富汗对于美国的安保位置 还有地理国安位置 差距甚远 现在北约跟欧盟抗共的政策 包含从经济上来 基本上都是跟着美国走 连印尼 纽澳都想要跟上美国 当然小粉红现在继续在催 川普一定会出卖台湾 这个言论你们2016年就说过 而川普他说过要轟炸北京 只要你敢打台湾 这个时候你们又装笼作牙了 当然川普他本来就习惯说大话 但是如果你要相信他说的大话 你要嘛全部都不信 你要嘛全部都信 你不能挑着信这个 这个你不喜欢你就不信 川普说过 他当上之后 要对中国所有的商品关税 加百分之六十以上 那很多粉红跟舔共的台湾人会在想 那就不要出口到美国就好了 不好意思 谁跟着美国走 加拿大 甚至连墨西哥都是跟着美国走 我们从这个电动车的关税站 就可以看得出来 欧盟在一个月之后是跟着美国走的 而且在美国推出这个政策之后 我马上就说 欧盟一定跟着美国走 当时小粉红还不信 对吧 而你们细细看一下 现在的中美欧日关系 跟2008年比起来如何 跟2001年比起来如何 最近台湾啊 首度跟日本海船 进行联合演习 这是断交之后啊 官方的首度任务 而这也引起中共的极度抗议 这17分钟的前岛片啊 最后的画面好像是解放军登陆台湾岛了 那个地方是哪里 基隆吗还是宜兰 我觉得这个就是往最坏的情况去推估了 毕竟我们台湾这几天的军事演习 也有在海边去防止敌人登岛 但如果你一旦在台湾岛上 可能台北街头 台中的市区街头 看见了解放军 那意味着全面失守了 即便有仅存的我们这些顽固的台独分子 跟一些少部分的台湾国军存在 其实也不用抵抗了啦 因为这意味着海空军跟防空系统是全面失守 每日要嘛战败 要嘛他们放弃台湾 这不可能发生的嘛 唯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海空军以及防空系统的人员 多数是舔共人士或是间谍 他们的上司直接让他们放弃抵抗宣布投降 在美国来之前完成这个瘫痪台湾海空防的警备 而这个就是从我们内部人去做 我觉得唯一的点只有这样子 我们可以从中共军演的精准度发现 你要嘛不是3D动画 你要嘛就是发4颗两颗打到自己家里 两颗打到外海 所以基本上以现情况来说不太可能会发生 而我认为当然不无可能 美国看到多数台湾民间的人想投降 甚至有几个将领也是叛逃 美国会做出直接派兵占领台湾 真的不无可能 让台湾暂时变成托管地 或者是变成波多黎各不管 当然你们可以继续说我在讲笑话 我是造谣 但是我们在放回我做频道至今 跟舔共的人士他们做频道至今 我们反共圈预测了中美台关系 跟这些舔共的频道 他们预测了中美台关系 到底是谁 是往现在发生的事情 一直在预测成功了 多数都是我们嘛 因为这是一个国际视野下 这是一个时代所趋的分析 而不是你纯粹相信自己的信仰而去意淫 若美日肯定会放弃台湾的话 那请问他们现在在搞什么呢 这些基地扩大又在针对谁呢 针对俄罗斯吗 这块地区目前想挑战 想侵略想破坏不是只有北韩或是中国吗 每年花这么多钱在印太这样搞 是为了让中共拿下台湾是吗 台湾的存亡与美国的国家战略安全 几乎是全然绑定 你看台湾位于这个印太战略跟岛略的中间点 这个中间点给中共给占领了 这会让中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核子潜艇出海口 那就是花东地区 而花东地区会变成中共的极端军事区域 你就看不到美丽的核心坛啊 不好意思 你就看 你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这个东部美丽的海岸 你是不能去的 而这也是直接断了美国在日本冲绳 还有南海菲律宾那边全部的联系 对吧 你起码会增加很大的成本 而这更让中共对关岛以及夏威尼造成严重的危安 所以为什么一堆舔工的台湾人现在只能在吹以美论 因为他只能让我们台湾人去打从心底的相信 不去信任美国而达到目的 说完国际方面我的浅见 因为毕竟不能拍太长也不能说太久 说下去说不完拍两个小时也拍不完 只能都说大概 那说一下中共内政方面呢 我们可以发现 习近平这一年多来 扩大斗争了近百位解放军高层司令将领 乃至上校中校 而前两任中共国防部长被消失停职取消党籍 外交部长秦刚也被免职取消政治局常委 但保留党籍 至今他人去哪不得知 而这些被斗争掉的中共高层 多数是什么呢?贪污罪嘛 出卖罪嘛 外患罪嘛 以及军备缺失罪为由 那我们可以发现 中共在军事方面跟情报方面全部被出卖 而他现阶段是没有能力对外发动战争的长期应战能力 起码这三五年是不太有的 那再说一个经济层面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上行 才比较有本钱都要发动战争 比如说德国入侵波兰前 经济实力比威马共和国时代 以及一战后马克暴跌的时代好太多了 是吧? 当然德国那个时候会崛起 很大的关系也是跟美国经济帮助的 原因是什么?这里不细说 只是没想到德国富起来之后搞了霸权主义 日本也在复辟之后才对中国展开了各种侵略战争 侵略行动 从甲午战争开始皆是如此 最后头洗下去一半 被美国垄断原物料 才必须打珍珠港 维持住日本在大东亚的脚跟 他以为可以打得赢 他以为可以闪电战 但是三本五十六早在日本军方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就已经告诫过日本各高层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时代的日本跟中共一些粉红一样 事实结果这里不赘述大家都知道了 而中共发动最好的战争时机已经过了 中共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小规模的 占领某个台湾的外岛 进而从新战去瓦解台湾人 短时间内让台湾人投降 其实我们从历史回顾来看 郑克爽也是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中国人民方面 中国人民比起毛泽东时代 邓小平时代 已经没有太夸张的那种鸡血红卫兵了 或许有 但这个基数跟以前比起来少太多了 尤其是在疫情后的中国 明显可以发现中共各媒体开启的 精选评论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以及删除的留言比例是越来越高了 那什么时候会越管越严? 那就是当我快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只能一捞切 我只能快速的看到效率那怎么办? 直接管控! 如果中国人民一心向党 你为什么开启这个评论是比以前十几年前还高的夸张? 是吧? 而我做反共频道四年多 我可以发现中国友军是越来越多了 以前查资料可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 现在动不动就一堆阴阳怪气的喊话 在呛中共在墙内 墙内一堆人天天给我爆料 例如最近孟加拉国发生那一乱 一堆中国网友跑去下方留言 尊重孟加拉人民 你们勇敢多了 你们比起我们勇敢太多 我给你们一个尊重 我对不起我自己的单小懦弱 我连自己吃煤矿油都不敢反抗抗争的 真的很羡慕你们 当然这里有非常多例子 这里不一一列举 有追踪我日更频道的观众朋友 应该时不时都会看见我分享很多阴阳怪气的中国反共留言 对吧? 而中国现在经济最大关键点是通说市业率大增 股票一蹶不振 倒查税收三十年 放宽各地的财政上缴中央的这个比例 但是我们细细可以发现这个根本治标不治本 而这个反倒会加速地方政府没有钱 地方政府企业的财政缺失 那这里我不一一叙述 原因是什么?我有机会再开一期影片来讲一下 占中全会下的中国的一些经济改革 为什么就是个幌子 而还加速了倒行逆施 外商撤资总比例是越来越多 当然中共利用印钞补助国企央企 对吧? 投资进去 国气洋气都是中国国印的嘛 或是间接属于的嘛 它营造出一种 还是很多投资在中国的自焉数据喔 这些情况放在中国古代历史来看 会引发的是内乱 只是刚好有外部国家想要侵略你 而你在发生这些危机的时候 你不可能对外主动发动战争 我们来看一下所谓中国古代的国家 对外主动发动战争 我觉得经济还不错的时候 对吧? 比如说康庸前三世 对吧? 乾隆也是对中国南边地区的各个国家 发动了长期的战争 都是在康庸盛世累积下的资本 才做的这件事情 而自从他发动这些之后 国家衰败 那明朝末年的时候也是 经济状况也是一滩死水 你看到这个明朝的皇帝 主动说 好吧那咱们去打日本转移矛盾吧 咱们去打这个百岳吧 咱们去打这个越南小国吧 你有看过吗? 没有 是什么李自成内乱啊 张献忠啊 还有这个东北的女真崛起 满洲的女真崛起 对吧? 后来建立了国家跟你来个鱼死网破 那这其实都是内乱进而引发的 而不是上位主动对外发动战争 你们可以细细看这个历史缘故 那中国人民多数真的是希望 啊!咱们牺牲西岸以东四亿人口 来堵上美日印太 不敢援助台湾 这种牺牲的条件吗? 如果是的话 裴洛西访台的时候 小粉红就不应该拍片崩溃而已 而是上街呼吁中共打台湾 因为你们说的言论也是跟着中共官方走 而中共官方也一直强调自己打得赢台湾 拿得下台湾 并且宣扬美国不可能帮台湾 没有做这些系列的动作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国防部教授 给出了什么样的观点 你们现在有些大咖 你们在网上千万别信他的话 让出西岸以东跟美国打核战争 我说你们疯了 西岸以东是中国人口最丑密地区 将近十二亿人住在西岸以东 你拿全国十二亿人 跟美国当人治 跟美国打核战争吗? 这就是政治政权 他真的爱国吗? 一片匿名当我一个老百姓 你有什么资格 讲我们大陆死四亿人 要把台湾拿下来 疯了 四亿人什么概念? 家家代孝 这种人没有底线 你们离他远点 否则一个雷把你就批了 所以现在网络有事 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千万别听这些人 我是搞外交的 但你们在电视台 你看我这张老年 我讲过外交 外交是不能信口开河 宣承有纪律的 那可能就一位没什么可信度 没关系 我们接着带大家继续来看 三到四位不同的中共高官 或是将领他们讲过的话 来吧 中国海军的硬实力 超越美国海军 只是时间的问题 你要怎么看呢? 房先生 我不赞同这样一个观点 什么叫就是个时间的问题 如果你说这个时间 是一百年两百年 那可能就是个时间的问题 如果你说这个时间 十年二十年 那纯粹下车 比如说这两年 美国军费受到不断的缺减 但是你别忘了 你这个基数数是多大 大家知道美国这两年的军费 都是五六千亿美元 六千多亿美元一年 他的军费总额 我们中国军费总额 大概现在是世界第二 大家觉得你看 第二跟第一吗? 第二跟第一差得多 你只是人家的几分之一 那么这样一个标准 削减一点 能够动摇他世界第一的 这样一个战略位置吗? 我们这还讲的仅仅是增量 他到底多少条件 多少艘航母 你多少条件 多少艘航母 他多少艘航艇 你才多少艘航艇 这个盆量咱们就更不要讲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一再说 我们有些媒体不要打鸡血 不要打鸡血 不要天天给自己的年轻人打鸡血 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还是踏踏实实的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美国武器装备方面的方面 我感觉是这样 我自己一辈子是搞着武器装备的 这是我的专业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来讲 就现在我们媒体呢 很多都在讲 我们跟美国差不多了 有的人还说 我们在某些方面 已经超过美国了 就整天说我这个超过美国 那个超过美国 首先一个 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到 我们和美国相比 我们中国在科学技术 武器装备这方面 有了长组的进步 我们缩短到10年到15年 这已经是相当大的进步了 某些个别领域超过美国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因为我们是讲整个的大系统 在一个强大的对手面前 我们中国怎么找到 我们生存发展的空间 由于我们跟美国这样的一个力量对比 能够对我们战略机遇期产生的 就是有还是没有 这样一种颠覆性的影响 只有美国有这样的能力 改变我们战略机遇期的存在 还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根本的性质 我们没有可能性在2030年之前 建立一个跟美国这样的一样 超强军事力量 为什么呢 首先一个美国现在军费的投入 就是我们的6倍 它占GDP总量是我们的3倍 它是一减再减 减的这么多 仍然是6000多亿美元 要5000多亿 现在我们的这个舰载机 目前看到只是一种固定翼的战斗机 在航母上的起降 其实这艘航母 它需要的飞机非常多 包括各种固定翼的飞机 和旋翼的直升机 都需要在航母上进行巧妙的搭配 我们也举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人 美国在航空母舰上 它一般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预警机中队 就是一两C 咱们叫鹰眼的那种一两C 还有一个电子干扰机中队 剩下还有一些救援中队 搭配使用的保障军队非常全 就是在整个的航母战斗群当中 这个航母连队应该是能够独立的 在空中完成一种多几种协调作战的任务 但是它要以预警机为中心 那我们现在的辽宁号上 还没有预警机 还没有电子干扰机 还没有反潜的飞机 我们的距离呢 距离那些先进的国家 我们也在清醒的看到这一点 我们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想请问徐将军 现在我们距离美军实力有多大差距 人民解放军呢 同美军相比 应该说过去是有巨大的差距 结果刚解放的时候 美国是工业社会 就是农业社会 应该说毛主席那代领导人 包括后来的领导人 我觉得在战略选择上还是英明 赶快搞工业化建设 跟苏联一边倒 然后在苏联帮助下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奠基 虽然我们当时建成一个工业化基础 建成一个军共基础 那跟美国相比存在代差 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不是代差 就是天壤之别了 你说有多大差距 那个差距挺大 你说航空母舰 那美国100年前就有 你这几年刚有 那美国的核动力航母 50年前就有 咱们现在还没有 那你这个差距就相当大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差距 还是在信息领域 在空天领域 我们就可以发现 虽然中共跟小粉红一直说什么呢 以美论美国肯定不会帮 但一方面又觉得美国 私底下都在帮助台湾很让人恼火 这点就逻辑冲突了对吧 那再来一个方面是 中国的将领 还有中国的高官 每次做可能针对台湾特别演练的时候 为什么都把美日军算进去 为什么 这不可能吧 美国不可能帮你你为什么要算进去 你为什么这么不信任自己的判断 这就是妥妥的没有 习近平强调的民族自信 是吧 这些将领为什么在中国越来越少 因为不让说了 能输出这个的机会越来越少 可能只剩一次 你讲完之后没有 而这些公开讲话 多数都是习近平第二任 或是第一任时代的人讲过的话 那你觉得有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 你变成万新人科技吗 没这可能嘛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发现 当什么时候不自信的时候 才会有这种越来越荒谬的言论存在 他的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 他只能越来越紧 而不是像美国 像台湾那样 我有给你相对中国来说 更完善的言论自由 即便你今天想要灭亡我的国家 好啦 讲了这么多 还是非常感谢这部 临日攻击的影剧 让台湾人知道 哦 原来我们也可以拍出这种影片 原来这种议题 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 即便我们判断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但我相信大家都是为了台湾好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189 下次见了 掰